第五届Cnex纪录片影展将在九月底登场 今年的影展是以公民意识跟青春为两大主题 选出了来自各国四十五部纪录片 其中开幕片是台湾的不老骑士 描述一群八十岁的长辈骑车环岛 呈现心态不老的另类青春 社群网站影响五远福建 这股风潮也吹进阿拉伯世界 这部英国纪录片脸书如何改变世界 描绘青年公民利用社群网站串联 撼动独裁者 还有这部法国学运记事 记录了一九六八年法国五月学运 青年学生走上街头 引发全国大罢工的连锁骨牌效应 这部缅甸起义更记录下2007年 缅甸三十多名年轻记者 利用卫星将拍下反军政府活动画面 传送到全世界 晃动的镜头真实呈现对民主的渴望 纪念CNX影展以青年为主题 拍摄片特别选择台湾导演指导的 不老骑士 17位年纪超过80岁的长辈 骑上机车环岛为青春写下新的注解 这个导演是一个非常年轻 三十岁不到的一个年轻导演 他怎么透过这部纪录片去关怀到老人 然后同时带动了过去这三五年 大家等于看到不老骑士这部纪录片 跟台湾结下了非常深的缘分 这次影诊也将播映动画纪录片 包括描述蒋卫学生平的总督府风暴 这也是台湾首度动画纪录片 测诊单位表示 希望以公民意识和青春为两大主轴 让观众有更多反思 记者薛家林郭华台报导